霍建华 金船招季 被影射信聘 感谢所有知识我的隐秘朋友 我的帅哥话别说得太早 你的隐秘可能要失望了 他金船逃色危机卷入招季 带极要从微博设计一名代号 五味平的中国烙妹 去年七月在微博贴文 今天时间非常激动 因为我今天崇拜的偶像 我已经是我喜欢小的对象 去我家了 他是一线明星 啊 坏就坏在五小姐 还贴了明星的签名 上网友一笔的 赫然发现 一次是霍建华的签名啊 就连她微博也提供以下线索 她睫毛好长 鼻子好定 这五小姐是上海某日式club的酒店公主 平常就会贴自己上班时的蜡罩 很难客人的自拍照 也不必会贴上 霍建华自然被网友 网红K的方向联想 还被网友哭扫 就愿中国版马却变凤凰 苹果根据微评微博供词 重建现场 无小姐和她口中的偶像 是在工作的酒店里认识 Coffee Tea 欧蜜 男人就是爱喝酒 那偶像喝得不行了 是后被无小姐打包回家 接着一路睡到零盆四点 才醒来跟无小姐半人赋予 事后无小姐跟自己的朋友炫耀 又跟对方爱爱 朋友笑她把人家膝盖安排 闲时回应 后本站在上热店 凌晨在对方是接吻好手 更义有熟齿的说 她喜欢让女生屁股朝她睡觉 而且一睡醒就跑厕所大 方便 直接到无小姐用过的牙刷刷员 就开歌 有中国媒体之五位评 今天凌晨在微博成亲 我希望想对象很多的 我睫毛长的男性又不止太歌 当网友批他拿霍金花 炒作自己知名度时 还要回答 我现在有感觉也不能算交际吧 我又没有拦人家的钱 事后就把微博删除了 而霍杰华选择不接电话 不回应 但check她过去 绯闻对象 关志玲 不管女妖 领星如大眼美女陈苍 和中国女星张新宇 都是顶级美女 那这位 可能是喝多个吧 评论了online 男主角快动 快到 好